其實烘雞沒什麼很困難 怎麼會這樣 自己喜歡什麼味道就放 你喜歡什麼味道 你喜歡什麼香料 你就放什麼就好 爸 今天吃什麼 我們今天吃蔥烤雞 因為我們常常去外面點一隻湯仔雞 不是去賣場點一隻烤雞 我們今天在這裡教大家怎麼做烤雞 當然是要有一隻雞 然後有蔥 辣椒粉 然後這個是芹菜籽粉 然後花椒粉 跟自然粉 調味料就只有這四種而已 很簡單 然後要有鹽 還有洋蔥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操作 我先要給它上一點點油 油不用太多 抹均勻就好了 因為油的最主要用意是要讓它 等一下這個粉上去的時候 能夠附著在一起 皮 因為有油的關係 烤的時候也會比較容易碎化 簡單就把它抹去就好了 嘿嘿 油壓一下 準備一個烤盤 上面有洗脖子 盤底下給它一點點油 先鋪底 然後烤的時候那個蔥的香氣也會上來 再來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把它放上來 然後一定要有鹽 鹽巴最主要會讓它脆化 它會脆取水分 把我們的香料全部混在一起 這個量大概是兩匙左右 你如果喜歡吃辣一點 你辣椒粉就可以放多一點 其實烤雞沒有什麼很困難 你喜歡什麼味道 你喜歡什麼香料你就放什麼就好 然後蔥 蔥一把就把它塞進去 好 嘿嘿嘿 往這裡塞進去 這樣讓它有一個味道 再來 要準備一條麻繩 把它綁起來 烤的時候還沒卡膀開 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現在進烤箱 好 我們今天的烤箱已經完成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在家裡一定要做做看 謝謝各位 來來來 有啦我聽有啦 我聽有 像這樣子沾這個粉吃就好了 企劃一下 吃雞腿 哈哈哈 讚喔